台北市立动物园 拥有108年的历史 是市民们闲暇时光的好去处 整个园区被自然次生林地所包围 是一处结合自然景观 形成具生态特色的休闲场所 全园最大的特色是展示环境的布置上 采用地理生态展示法 依照动物原先的生存环境 加以布置在新的环境内 使动物脱离铁笼的束缚 有自由的活动空间 并创造出与动物原生地最接近的生态环境 使动物不必去改变其生活习性 也让游客更能了解动物 是一座具有教育 研究 保护 及娱乐功能的动物园 动物园作为民众闲暇时光 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 几乎全年无休的他们 终于也迎来属于自己的假期 我们动物就是人工作都会要休息嘛 那我们动物当然也是肯定要的 所以我们与每年都会有一定的休员期间 除了让动物好好休息以外 也顺便来整顿我们动物园的内部的设施 就是台湾一些老旧不堪用的设施 然后呢并且就是让之后游客能有更加的 呃就是参观体验这样子 今年的6月20到6月30是属于动物们的假期 期待动物们养精蓄锐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 记者陈一如台北报导